想起小時候 阿公阿嬤只要見到我跟弟弟妹妹 總是特別開心 特別吃翔 今天我約弟弟妹妹 一起來嘉義擔任一日親孫 關心阿公阿嬤在這裡過得怎麼樣 鄧市長 現在我們去拜訪很多一些社區發展協會 然後還有人民團體 他們所辦的一些社區照顧公懷據點 還有巷弄長照站 我發現嘉義市的長輩 他們生活都很充實 然後他們都很活潑 是啊 我要告訴大家 在高齡化的趨勢下 嘉義市的老人人口比例 已經超過百分之十八 那預計在幾年以後 我們會邁入了超高齡社會 所以我們要提早因應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提升 我們這邊長輩 他們的生活品質 我想人的壽命會延長 但是我們的品質 生命的品質要更好 所以我想在這一段 市政府努力再自立 從過去健康城市到現在的高齡友善城市 那我們不斷地努力 那不斷地自我超越 那也希望追求進步 能夠讓許多局促合作 公部門 私部門在一起合作 種種的方案跟計畫 來完成這一些老人福利的服務 並且促使這個服務更多元化 更完整化 希望讓我們的市場在這裡 外出自己的自信 達到老人與成熟的心態 來面對老化 所以成功抗老的理想 這就是要希望我們全民能夠享有 安心移居的城市 好 我跟大家說 我們就是全民共享世代移居 是 用台語來講就是 小小的大大好聰明 大大小小龍家語 這就是我們幸福的家語氣 好 剛好發現我們的阿公阿嬤 在嘉義市養老 真的太幸福了 真的 而且這個湯圓很好吃耶 超好吃的對不對 好 趕快吃一吃 吃完了以後 我們要去動一動 動一動 動一動 如今換我成為你的太陽 讓你感到溫暖 也會像夜空的月亮 守候你每個晚上 如今換我成為你的太陽 延續你的希望 水月總綻放 不抹摧殘 未來的續集 我陪你去看